各位蔡元村的村民 以及支持蔡元村的朋友 大家好 好 記得上個月 三台黃永和我 一起去到蔡元村 他的居民是共渡中秋節 當時我覺得居民是不捨得搬的 因為大家的感情 而我就算我自己是一個這麼陌生的人 我見到那個蔡元村的環境 我自己都覺得是不應該搬的 是不是 是 但是政府以大石殺死蟹的態度 要強迫大家搬 到今天為止 我們已經是無可奈何了 儘管在那種的循環底下 那些居民是無略的 是接受官先了 接受所謂賠償了 但是到今天為止 得不得到大家想得到的東西啊 我記得前兩天 我們在立法局新售圖 有一幫來自洪水橋的軍物 來到我們新售圖 跟我們說 他們說當年十幾年之前 在清紮洪水橋的時候 掛了有合理的賠償 但是很可惜 既然現在十幾年後的終約 他們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賠償 所以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要和大家說 如果 大家仍然是不得到 合理的賠償 的時候 就應該怎麼樣啊 就不要擋住是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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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像 行水橋的軍物這樣 十幾年之後 你和他追過的時候 他會坐在你啊 坐在你一旁 坐在你什麼 我傻了是不是 但是大家是不是傻仔傻女來的 要發著 所以你這次做 我要先賠償 然後再一次 是 先賠償 先賠償 後官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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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賠償 後官借 後官借 做傻仔 做傻仔 做傻女 好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